就在大馬路上 兩派人馬發生衝突 穿著白色上衣的男子徒手揮拳攻擊 被好幾個人圍住攔住 哥沒多久來了兩輛轎車 車上的男子拿著棍棒 一下車就不停揮棒打人 兩邊人馬一陣混戰 他們從馬路上一路打到倉庫裡去了 過程全被一旁的募警民眾拍了下來 二號晚間十點半左右 就在屏東東港頂中間 疑似兩人酒後起爭執 進而呼朋引伴 展開激烈鬥毆 附近居民則是表示 爆發衝突的倉庫 在兩三天前就有打架糾紛 兩三天前了啦 除了就沒有牡蠻群 牡蠻群 牡蠻群 很大聲 對 給我牡蠻群 大家也有聽 跟一人聽到的 就說會大聲的 給我們 沒有牡蠻群 這可愛 可愛 做生意 做生意 阿文貴比較久喔 久了喔 到底是什麼樣的衝突 引發持棒相向 鬥歐的嫌犯與倉庫城租人 有沒有關係 目前警方都還在調查釐清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